百年时上薪 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 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 带最好的翡翠 在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的古代 为了保证君王传达命令 或调动军队时不出问题 人们发明了一种叫做虎符的信物 它一般是由铜制 呈老虎形状 可分为左右两半 使用时君王手中留存一半 将领手中留存一半 两半合二为一方能调动军队 1973年 陕西西安南郊的杜城村附近 有一个名叫杨东风的小伙子 正在离地时发现了一块铜疙瘩 他原本想着这么重的铜块 拿到废品战也能换点钱 便揣着它去了废品战 谁知废品战嫌弃这东西 黑乎乎的不肯收 杨东风就只能把他带回家 拿给小孩玩 结果一段时间之后 这铜疙瘩表面的氧化物脱落 成了一个老虎的形状 上面还刻有文字 杨东风觉得他不简单 就带着他来到了卑林博物馆 后军专家鉴定 这果然是战国时期 可调动百万大军的虎符 杨东风将虎符上交给了博物馆 博物馆为了表彰他 还给他写了一封表扬信 并给了他七块钱奖励 杨东风捡到的这块虎符 被命名为秦杜虎符 为一块完整虎符的左半符 高4.4厘米 长9.5厘米 厚0.7厘米 虎做行走桩 昂首 尾巴全曲 颈上有一个小孔 虎符上有名文九行四十个字 大意是说 这虎符是兵家之符 幼在军 左在渡 只要调兵五十人以上 就必须要将两半符合拢 目前秦杜虎符 被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中 2003年的一天 河南黄河边一位钓鱼老汉 正打算收缸回家 但鱼竿拉起来 竟拉出一只背上插着四只剑的铁王棒 拿给专家看后 专家感叹说 这是无价之暴 那这铁王棒到底有何来 字幕 Sco personal 再结束